这是DZU Film前一阵推出的 惠梦师Peter Zoom系列电影编胶镜头 编胶镜头对于单人或者小团队拍摄的效率的提升是十分巨大的 我们买的是黑色款 一支2055T2.8 一支50125T2.8 32998的售价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超过S35的覆盖范围 成像圈31.5mm 全金属的外观做工很扎实 重量都在1600克左右 270度的调胶形成标准魔术M0.8的尺距 先说几个优点 第一点是极小的呼吸效应 改变焦点时不会产生焦距的改变 第二点是为了Pofoco奇焦设计 对好焦点后可以随意调整焦距方便拍摄 你可以做一些创意镜头 比如西区苛刻 第三点是16叶片带来的柔美虚化 我们更喜欢50125的光斑表现 最外圈给了一种玄焦镜头的感觉 焦外很柔美 锐度很合适 适合拍一些风格化的影片 第四点 滤镜尺寸是86mm 我们可以使用转接环 转接95mm的滤镜 比如可变ND 这也会大大提升效率 至于缺点那就是畸变 2055会更加明显一些 两颗镜头的最近对焦距离是0.6米和0.8米 这相较于相机头来说越大一些 2055这颗头在Red Gemini上会有一点暗角 可以采用4.5K模式 或者2.4比1的裁切 就可以完美避开 总体来看 这两只镜头适合专业流程的高效拍摄 也可以高质量地记录下很多创意镜头 适合追求平滑郊外 电影质感的个人或者团队 DZU Film刚刚成立一年的时间 就做出如此优秀 性价比高的电影镜头 面对客户或者观众提出的 电影及质感画面的要求 更多电影镜头的出现 让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像这两只镜头的名字一样 惠梦师 创造出更好的作品 离我们实现的梦想越来越近 希望本期视频能给大家带来一些灵感 喜欢的话欢迎转发评论 点赞和银三连 您的关注对我们十分有帮助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